大胆一点住进月球房 大壮作为地球文明的传播者 带着人类文明的梦想 奔赴到外太空 去与嫦娥妹妹沟通 在月球上开发房地产项目 谁知道了月球嫦娥妹妹没找到 出门的时候还忘记带钥匙了 无奈的大壮只能对月球舱产生的想法 仔细一想也不知道地球什么时候派人来接 看看还行于是打算重新装 一 大理石台面做基础 一圈镀芯方刚做框架 中间再来几根横竖焊接加固 再找外星二舅妈薅点外星币 买一锥的膨胀构丝 把它牢牢的固定在墙面 包上太空缕木板更坚实 摆上豪华大圆床 空间足够让大壮随意在这里打滚折腾 床头坐镂空艺术数价 摆上大壮在地球给嫦娥带来的礼品 千里送雁平 礼清情义重 开关插座装床头 手机充电不用愁 二 靠墙坐组大衣柜 月球气温低 必须多留几床被入 下方全座挂衣区 拿取衣物也是一目了然 旁边放上大壮出门穿的太空服 还能做个抽屉 大壮的内衣裤袜全收纳 关上玻璃门 干净卫生颜值还高 三 墙面埋入隐藏式水箱 装上地球带来的马桶 上方再来一个花洒 大壮可以在这一边舒服的洗个热水澡 还能一边体验排山倒海的快乐 装上玻璃隔断 干湿分区还保护隐私 四 靠窗坐转角桌 放上电磁炉这里就是厨房 满汉全席都能做出来 摆上电脑就能学习工作 还可以向地球发发求救信号 学累了还能当餐桌 在这里吃上美味的月球套餐 无聊的时间也需要打发 什么电视机 PS5 Switch Xbox 通通安排上 有了这个太空舱 大壮成为了住进月球的第一人 真是大壮的一小步 人类的一大步 最后再来看看整体效果